香港交易所9月11日在香港宣布已向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董事会提议 将香港交易所及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两间公司合并 收购价超过3000亿港元 根据条款 每股伦敦证交所集团股份将收到20.45英镑现金 及2.495股新发行的港交所股份 据港交所9月10日收市价及当前汇率折算 建议交易反映每股伦敦证交所集团股份价值为83.61英镑 港交所计划在完成该建议交易时 将港交所股份在伦敦证交所做第二上市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形容此次交易为伦港世纪联姻 称港交所与伦敦证交所的合并 将以后数十年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重新定调 两者均为全球最重要市场的金融基础设施 如能成功结合将创造一个全球布局 世界领先覆盖亚欧美三大时区 同时为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等主要货币 提供国际化的金融交易服务 合计市值有望超过700亿美元的交易所集团 台湾区合计划 李小佳又指 联姻有助于加深中英经贸金融合作 对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和英国三方均有益处 还可向亚洲投资者 提供广泛全面的全球金融服务与产品 向全世界市场参与者 及投资者提供前所未有的 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 全球市场互联互通平台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受消息刺激 当日伦敦证交所集团股价持续攀升 截至发稿时间 最高出现79.22英镑 涨幅超过16%